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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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柔似水紅大島 風大心潭光無邊 曝光雪無心卻 躺躺到光陽尋橋 橋門尋子三寸殿 煙花橋門換水陰 陰川萬一不散 躺著千江碎祭 《西遊極大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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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早上去參觀古城牆之後 即將返回台灣 我們現在還是住在西安的金石國際大酒店 這是從酒樓往下看它的市景 好 我們住的大旅館的正對面 就是長安大學 長安大學 這是長安大學的正門 它的整個校區包圍著這個大酒店 面積非常廣 看到的話都是長安大學 然後我們住的大旅館在它中間 然後它後頭這些高的建築物 都是長安大學的宿舍 以及教職員工的宿舍 這邊還有一大排 哇 全部是他們的宿舍 這樣看到的話都是長安大學 雖然我們這兩天進進出出走了幾趟 但是還是沒有親民其身其身啊 沒有上去看到過 所以呢今天呢 我們將帶大家一起登上 全世界最雄偉 最古老 最壯觀 也是保護最完整 也是唯一的一座 可以在下面騎腳踏車 坐電瓶車還程遊的 古城堡了 那麼我們的古城堡呢 在去年的年底 如果你們去年以前來 古城堡還不完整 它有一個510米的段開帶 那一帶沒有城牆 在我們的火車站 而在去年的年底 把這斷開的510米呢 我們當地的政府 以及老百姓自己捐錢 捐了多少錢呢 捐了一億元人民幣 這些年來捐了一億元人民幣 終於把它修復完整了 我們第三次申請世界遺產 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的古城堡 將成為世界遺產之一了 所以說呢 西安的這個景點呢 是非常多的 那麼我們的古城堡 有四個門 這麼兩天我們看了 雄偉壯觀的南門 感受到了我們的北門 以及東門 那麼我們今天登上的城門呢 就是東門 你們肯定會疑問了 為什麼不讓我們去南門 為什麼不讓我們去西門 為什麼不去北門 而偏偏去東門呢 那因為東門呢 是目前為止 我們古城堡中 保護最完整的一座 雖然它看起來沒有南門 如此的壯觀 但它是建樓和主樓 兩座城樓保護最完整的一座城門了 那我們的南門的主樓呢 正在維修的過程之中 而南門呢 它只有主樓和閘樓 它而沒有建樓 吊橋的那個樓是閘樓 所以我們在南門呢 只能看到一座巨大的城樓 和一個吊橋而已 它是唯一有吊橋的地方 但是我們也不能登上去 而這個西門呢 雖然保護得完整 但是我們一般的百姓呢 都不願意去走西門 因為認為呢 出了西邊 就遠離了喧囂的城市 遠離了故土 遠離了親人 所以呢 你像我們的絲綢之后 其實早期呢 是非常荒涼的了 認為呢 走了西邊的人呢 就遠離了朋友 所以我們有一首歌就叫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流 唱一下 唱這個是屬於 陕北民歌的 我的嗓音可能不會 我都隨便 隨便哼兩句 你們聽一下 因為歌詞就不太清楚了 那它是這樣唱的 它說呢 哦 哥哥你走西口 哦 小妹妹我實在難流 唱紅錢 折好哥哥的手 一手送到大路口 就是這個意思了哈 那麼就是哥哥走西口 小妹妹心裡非常非常難受 所以呢 絕對不帶你們參觀西門 因為你們從西門走 我心裡多難受呀 那種離別的感覺哈 所以我們還有一句話 西出陽光 如故人 非常傷心傷離別的感覺 那麼這個北門呢 我們一般也不太願意 帶客人去看 原因是在唐太的歷史中 發生了震驚的玄武門事變 而且呢 南為朱雀北為玄武 玄武門呢它只有建樓 而沒有主樓 它也不完整 再加上玄武門事變 那麼兄弟之間的互相殘殺 那雖然呢唐太宗李世民呢 是因為好皇帝 但是他畢竟殺掉了兩個親生的一個哥哥 一個弟弟 在我們世人的老百姓眼中 滿殘忍的這一幕哈 骨肉香腸啊 所以我們也不太願意參觀北門 那而唯獨這個東門 我們的百姓是最喜歡去的 因為在中國古老傳統的道教佛教文化之中 我們呢這個東門呢 它有著邊緣的歷史 我們一般有一句話 子氣東來 那麼子氣呢是為貴氣為神氣為仙氣的意思 你像我們老子獎金說法的道德經的出處地 以及他獎金說法的樓冠台 他據說飄過來的時候就是子氣東來 乘客子氣東來 一團子物 所以呢我們呢東門呢朝陽門 第一面對著太陽 我們正如我們兵馬眼的軍陣 全部是面向東邊的 表現了一種征服統治世界的願望 另外呢一種呢子氣東來的感覺 從東而來呢為先人出入之門 所以呢我們的一般戴克蘭參觀最多的就是我們的東門 那為什麼東門會保護得如此如此的完整呢 那就是因為我們1998年 在清理城牆周圍一圈護城河嘛 哎 周長呢城牆的周長是13.74公里 而護城河的周長呢也一樣圍城轉一圈完整的一圈 結果我們在清理護城河的時候 只有呢在東門清出來護城河底下 我們每一個城門都會有一個正門神獸 這個神獸到底是什麼呢 百姓都不知道 終於呢在清理我們東門護城這個整個清理護城河工程的時候 我們清理出來整個城牆底下 全部的一圈城牆底下清理出來大量的金條金元寶 那這些東西呢都是我們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有錢人家害怕人家批鬥他 說他是地主 家裡是也不敢埋到地上 也不敢放到家裡 更不敢存到銀行 所以呢 因為被紅衛兵力發現 就通通的揪出來批鬥 嚴重的就給你打死了 所以這些有錢人家真的是很害怕 那就把這些東西通通的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 得到護城河去了 西安啊十三朝的古都古稱常安 住在這裡的全是富豪商家 那皇帝在這邊你想多少全國各地的美女嫁給皇帝了 也在這邊剩下的孩子也漂亮 有錢人也多 都用紛紛的湧入過來 所以有錢人我們晚上推幾拜 家裡人都是蠻有錢的 大院子大宅院都很多的很多房產的 所以說呢那些錢東西都是身外之物 性命是最重要的 一切通通的丟到護城河裡去了 政府呢發了一筆很大的財 全部上角活庫了嘛 政府發財 那麼我們就唯獨在東門 為什麼保護得這麼完整 發現了一個石獸 當時挖出來的時候 清理淤泥工程的時候 我們的解放軍官兵 他們並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只是全部連那些錢一起上交了 我們的考古學家一建定 他就是我們大家一直以來 傳說中很神奇的龍的孩子 我們一路上都有看到的皮修 皮修 那今天呢我們在東門呢 你們可以親自去看一看那個石油 但是那個石油是不能摸的 因為它是古老的六百年的歷史了 有其他的出土的那個最大的活動物 其他有一些小的 除了那個大里外 在城牆下的這個土裡頭 護城河裡頭淤泥裡頭 還有一些小的 看起來它很新 很多人就說了 它是不是六百年的歷史啊 其實你其實它一直被淤泥所覆蓋 所以包裹的非常細 看起來 形神堅固 而且摸這個皮修呢 人家有一個講究 你們一路摸了唄 有摸吧 有沒有摸 有摸 有摸 知道怎麼摸了吧 知道把自己的口袋打完 摸完後完 以前要張到自己的口袋吧 摸完之後 所以說呢 比較有特色 就是我們的東門 那麼 東門的城龍呢 它的主樓和建築完全的存在 以至於呢 在我們中國解放以後八十年代 那麼那天給大家講的 林聰買走了一件 真情的燙酒壺 是不是啊 哎 那麼就是在我們東門底下的鬼市 那現在呢 這個鬼市已經不再存在了 因為那些呢 都是古董 政府當然是不准你老百姓之間 私下買賣的了 因為它都是有千年歷史的古文物 而能夠擁有這些古文物的 當時的那些人 都是可以說偷焚掘墓的盜墓賊 或者是民間蒐集的 從盜墓賊手中 收取髒物的這些人 所以政府呢 三令無聲的取地 啊 那麼現在我們的東門城角巷呢 已經在沒有三更半夜 可供 哎 由人去偷偷挑選後 我們當地喜好 水墓搜長家 偷偷挑選的這個 鬼市了 但是在我們東門以內呢 正在修建的是 我們的西月廟廣場 哎 東門的一個大的廣場 那已經呢 我們在外面 東門的樓下呢 修建了房谷一條街 現在還沒有完全進攻 商戶還沒有的 只是把街全部修好了 哎 所以呢我們大家呢 這次呢你是看不到那些古文物的了 看不到那些 呃不管真品也罷 顏品也罷 那想看到的話 下一次我們來到陝西省歷史博物館 它的館藏文物三十六萬件 對外展出文物十一點三萬件 慢慢的欣賞 所以來到欣賞呢 來到西岩呢 不光是我們在走私路的一段 也是我們對古文物呢 有一個了解 包括回到台灣以後 你們家裡如果真的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寶貝哈 你千萬不要隨便丟掉 學一局古董的賤賞 說不定你就會犯財的 因為在我們拆遷的 你看我們很多的政府都在蓋這種高樓大廈 那些舊的民居全部拆掉了 很多人他們家的民房啊都有了歷史了 那麼有一對老夫妻他的兒女啊 就是大學畢業之後在南方打工 老夫妻住的是家裡的老房子 政府就說了我們要街道透寬改建 給你修建大的房子 蓋高樓你要搬走 那這個舊房子要拆掉 你們清理清理家裡不要的家當 老夫妻在清理家當的時候 從他們家的床底下 找出來一個上面全是灰塵蜘蛛網街 買了一個箱子 這個箱子打開一箱 一箱發黃的畫 老夫妻覺得沒有用 然後就把他跟自己家裡的舊雜誌 廢報紙通通的一公斤多少錢 賣給廢品收購站了 這一賣就賣出來了國寶 他那些紙啊都是舊畫了 賣到廢品收購站以後 這個人呢 收購的人員他也沒有什麼文化 他就隨便挑了幾幅畫 說我這個爛屋子牆上什麼也沒有 我就掛兩張畫比較看一看了 結果呢下一個 給商場賣那個舊紙箱的這個人呢 他又來給商場賣一些舊紙箱 也是賣到廢品收購站 一看 這個老頭家裡強強掛了 這個畫滿不錯的 說你從哪裡搞來的 這古董畫 老漢說我那一框呢 你想要的話 那你賣我這紙箱 我少算你五塊十塊 我送你 然後折你一幅畫 當然了那這個老頭他覺得自己 沾了光了 賣箱子的人 他覺得自己也沾了光了 那我挑兩幅畫 你少給我十塊錢就好了 哎 這一挑 挑出來兩幅畫 他拿回家了 他的朋友呢 是有一個 是就是 有一些這個支持的 看到這兩幅畫之後 總覺得這兩幅畫不對 說你還是去鑑定一下吧 我覺得畫像古畫 這一鑑定 鄭板橋的真跡 那老漢那一鑫畫 這個男的都看上了 但是他呢 是比較有良心的了 也不會說是真的是 買回來再偷到賣的 他趕快就報給 因為這個東西你也不敢隱瞞的 馬上報告給我們當地政府 政府就派鑑定 鑑定專家 把那個廢品說購賺 還剩了那一框畫 還沒有毀壞的 還好那兩天沒有下雨 就在那褲網裡扔著呢 你剛好是一個箱子嘛 趕快一鑑定 每一幅畫都是鄭板橋的真跡 這個老漢他們家以前啊 是個大官 他這個組上的人呢 就喜歡鄭板橋的畫 有民間蒐集的 有人就送的 就蒐集了這麼一小箱子 小紅色箱子 比較好的一卷 發黃的 全是古蹟 現在在我們的博物館裡 那這個老人家貢獻最大了 就是我們家裡私藏這個畫的老人家了 政府補貼給他了一部分的錢 而發現這個畫價值的這個人 以及費品收購站的人呢 政府也相應的補貼給他們一定的錢 那你想一想 你這西安隨便一看 這都是寶貝啊 不得了啊 所以呢 大家不要走了 我們一人放個小鋤頭 我們去挖地吧 不過只是講講笑話了 因為我們的古城家已經到了 可以看到我們的左手邊三個字 希望你們正如同我們城門上的三個字一樣 長樂門 我也希望你們長長久久的快快樂樂 開心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每天你的笑口常開 就如彌勒佛一樣 所以我們說大度能容 天下難容之事 笑口常開 常笑天下可笑之人 所以我也希望你們大家每天都快樂 健康的在這個城市之中生活 沒有拋除一切的煩惱 那麼人時間哪有沒有煩惱呀 只是我們自己調理吧 是不是 我們到東門那已經到了 今天的人事特別的多 他的洗手間只有在樓下 樓上是沒有的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參觀的時間呢 大約是 我看現在是8點15分 我們上去就8點半了 9點半鐘 9點半鐘 準時在車上集合 我先帶著你們講 講完之後呢 你們有興趣自由活動 9點半 一個也不能少的 上完洗手間以後 準時在車上 然後我們去機場 從這裡到機場呢 還需要一個小時的車程 所以希望各位 希望各位 上一下洗手間 半路上沒有洗手間給你上的 9 這個 9點半 9點半 準時 只能提前 不能退後 9點半 準時 好 我們來到了 古城牆 旁樂門 2點半 3點半 守旗 我们到这边 当了门 现在那个人好好 想找你 我去拿着 找你 我去拿着 找你 你拿着 还没去 咋去看那样的 你拿着 还没去 咋去看那样的 没有了 那是大骨 我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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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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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病 哎呦 怎么样 哎呦 对 我们先讲一个 凌凉的地方 你们这么怕事 我们就到这 来美女 我们一会再过去 去吧 走 你看这里不散 对不对 站这边 来我们到这边先来照项 要不然等一下人多了 你们就照不到了 不好看了 好 来 从这里照啊 不是 站在铁门那边照 你看那边一个人都没有 多爽啊 站在那照那边 你照远处吗 是不是很漂亮 对对对 现在没有人 人或者人多了 你都照不到 这尘汗很厚啊 看你 站在那边开机车 对 你看 你站在那边不要这样照 你稍微这样照 我跟你说直接 来 来 那个 我们在这边 你看这个地方 不是这样一段 来 照片鞋一段 来 你稍微这样照 你看这个地方 你照远一点很漂亮 看不见吗 你看那边站住 你看那边站住 你这样的地方 很严重 你怎么看到 我们怕光 好 还有 哦 这边四十磅 看这边看 刷卡在花 再见 这中国玩意儿太有不但是好玩 而且是有感情的 买的不是东西是情意 可惜肚子不能吃了 要是再吃 我照照你吧 你看这个古城 都是经验 今天第十二天 最后一天 今天中午就要回台湾了 为什么 羊羊大国 羊羊大国 好马 军事 什么都很 对对对 为什么 走过来 然后再走那边 过来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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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步 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一步 赶快过来 来来来来 不必不必 你要讲几句话 不不 讲几句话 我们讲几句话 我们已经到长安的东门 这里是东门 我们今天要回家了 好高兴 想到你的孙子了 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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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碗了 我们今天终于要打到回家了 关机一下嘛 好 休息让我抱歉 你怎么摄影嘛 好 你关机 摄影机 那里面的饭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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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那个门的 对呀 过来这门就好了 再照那门 那门 每个门都要照 耶 耶 对不对 高兴就好 对 高兴就好 我们要开始嘛 一个人乐不好 对 好玩呀 OK 你知道吗 再来 好开心 好开心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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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来 来 城墙 城墙睡一下 来 我们两个天的墙 过来 天的墙 现在要离开祖国了 这是西安城墙 东门啊 西安的东门 你看 古代的 人家什么 长安大街 就是在西安 你看看 长安大街 北京也有一个 现在开 以前 以前的 你看看 多美啊 多美啊 这个时候来啊 最好了 风和日丽 又软活 到冬天叫你站在这里 夏天来这边 画就很 夏天很热 对 回台湾 夏天也不舒服 冬天也不舒服 刚好 是干净 这个专窑 专窑的名字 留下来了 我们看到有很多名字 这 专窑年的 85年的 中日在85年 85年的 好 我们从城墙往下看 沪城河 沪城河以前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里面很多宝贝 在沪城河里面 被国家捞起来的 哎 对对对 哎 王宝 来 过来 起 起 好 而且我觉得 黄北北也是站得很直 然后站 一个城墙 我们后门也有 后门也有 我们市区也有 不一样的咯 这是民代的 左赢左赢左赢 左赢 不一样的 车 单车 这边租单车的 也有车子 要跑 要一个半小时 这个城 报警中 37年的时候 日军的遗迹 每边数以7次 平均下来数以7次 因为它 我们各东边是同关嘛 那就是说 陕西三面 陕山 南边的平陵 前面的九中山 西面的这个 康兰山 就跟兰州那边的山一块了 所以呢 日军根本无法进入 只有同关 一个关口 当他们来的时候呢 我们把关口一封 地图三关 半步抹开 所以当时就反正进不来 封口一半 他们就拿轰炸机 来轰炸 所以今天呢 很多的你看 我们这小殿塔 小一个尖 就是被日军轰炸的 然后以至于呢 我们的古城 山盘累累 都是被日军轰炸出来的 那后来这个明代的钟呢 就作为我们当时的 日本的飞机 一来轰炸 老百姓刚刚刚敲钟 就报警 然后空袭警报 就开始响起来 那很多的老百姓 他们躲到哪里 好比说在城门周围 做生意的 通通躲到那个城门洞里去 我们那城门洞 是实行的 躲进去呢 特别结实 就连连战 去年4月11号 就是我们大唐服务员开业以后 连战到大陆访问的时候 他就在 我不知道大家在台湾 有没有看过他的文章 但是在我们大陆 有他一个文章 每天的报纸转载 他自己写的 就是说 当时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呢 是军部的 好像是一个长官了 他每天都要去上班 但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 每天都有日军的轰炸 而我爸爸每天离开家的时候呢 我就是 我就和妈妈特别担心他回来 回回不回的来了 那每次一听到空袭警报呢 老百姓都不能躲起来 家里头地下防空洞 可是他 我的爸爸唯一能躲的地方 上班走的路就是沿着这个城墙 在城墙根嘛 那我想他唯一能躲的地方 也只有城门洞 所以当时也是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城门洞 诶 这叫城门洞里面救了不少人 好一点了 这个城门洞 但说 救了很多人 好 红衣大炮 嗯 红衣大炮 没 大炮 好 大炮 而且磨得非常锋利的 对 红衣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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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炮 好 大炮 而且磨得非常锋利的 红衣大炮 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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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先炒完 给我们炒 我们不炒了 我们炒完啦 炒完啦 您进入境了 嘿嘿嘿 这有多车下面 对 这城门上 这城门下 敌人来都围在里面了 这城门关了 到了这边就城门关了 所以常听说城门关了 四个城门关了 你看这里有东西来美城门 都关了 一个也出不去了 你看 一个都过来出去了 这个洞里面多警报 城门一关 在洞里面多警报 那这个是我们从敌人这个地方搅和 可以说搅和过来的 那敌人要攻我们的城 我们不能让他攻 我们上面就是扔射箭呀 火把呀 长毛呀 滚木雷石呀 底下呢同样 拿那个长毛呀 去戳敌人 那么这个是我们怎么样 搅和上来的这个云梯呢 我们有一个可以立完 两千斤重的东西 就在旁边 就是这 当然木制城门了 所以说呢 它那个 就跟一个大摩托一样 我们看了巴黎圣母院 这个专门的 阿里这个也是专门的 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把 立完两千斤的车车了 那个 第一就是被我们这部脚车搅上来 那 呃 这个脚车就跟我们现在 看了很多中国的农村的电视 有那个 警绳 那个露露 摇露露一样 那这个它也是可以转动的 你看 可以转动的 它这个绳子底下呢 有一个铁器的钩 很大的钩 然后呢 如果说你的承 你要帮我承门 拿这个云梯远向 我拿的勾 两个勾 同时勾住你的那个 那个 云梯的任何一个梯子 梯架 只要有杠杆力量 有力量我能勾住 勾住以后 士兵同时转动 那几个士兵 当然不是一个了 几个士兵 同时转动 我就把那个车吊上来了 相当于我们的吊车一样 所以古人是多聪明的呀 是不是啊 哎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脚车 力挽两千斤这种东西 哎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战争频繁 越来越多 那你不难想象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装甲车 装甲车 那你看我们可以从装甲车里面 通过来 你正往前走点吧 往前走点 就会被冲滑 来 我们来看这个装甲车 古代的装甲车了 那你看这个士兵很聪明 他们可以躲到这个下面去 然后上面它可以割兵器 长矛大兵器 然后呢 那么 其他的士兵呢 护送着他 对吧 然后呢 他这个兵器呢 在上面有装很多很多的兵器 里面还有一些士兵拿着长矛等等 那么这个车子跑起来之后 如果敌人想下场的话也不容易 都是只有这些档板的射箭也不容易 可以直接称到敌人的军阵之间 相当于我们的装甲车 古代的 现在这些当然都是附近品 先给大家讲一下 还有呢 我们再来到这边来看 然后这个城门呢 这个城区呢 我们就叫瓮城 哎 我说到瓮中中间呢 引军入瓮 那呃 这边是长的门 那三个字是城里 我们把城里的门关上 我们刚才撤开的这个门是城外的门 然后我们关上城里的门 放下吊桥 引军入瓮 引我们进来 然后把城里的门关上 然后我们在城墙上面 把吊桥打起来 吊桥打起来以后 然后滚木雷石火把 你这个敌人跑也跑不了了呀 全部都抓住了呀 这个就是瓮城 哎 排水管道同样 我们这边呢 雨水比较少 为了缓解老百姓 城墙被困的时候 老百姓没有水喝 于是就排水管道收到城里 欢迎天化 人家围城 我们就有水喝了 不用的堵一堆水 通过地下的排水管道 排到城外的黑城河里去 哎 这个就不同点了 一个平洋 平洋的那个游客呢 也是这样 平洋的游客 平洋只点六 又六点八 它不是皇城 所以它一定是很小的 不小啊 颜色很大 躲在那边 平洋也是联合国保卫单位 一级保护单位 平洋啦 不行啊 它永远那个水不会淹 再大的水都不会淹 那再也不会汗 还是设备 那爸爸 你能这样的爸爸 那就是像这种城门洞的地方了 这个 这个门 不一定是这个门 那一圈多了 平洋啊 也是联合国一级保护单位 你看中国服务多少啊 那一根木头 那一根木头坏了 换掉它 那不是说有解放以后 从盖的 全是古迹留下来的 所以你看 我们的古迹 有古木有现代的木头 因为明代到现在 有很多大的柱子 我们必须坏掉 已经锈掉了 那么你看 中国特有的建筑结构 斗拱形式造就了燕子的 繁衍栖枝之地 所以我们的古建筑周围都是一件很多很多的 那古建筑的防牙角上 我们对面也罢 我们正面也罢 包括我看我们对面也罢 你们对我这个小角兽 这个角兽第一是这鞋的 辟鞋的 第二是防我的 因为中国古代全是木头 所以在我们的城墙下面 它是一个大的池子 池子里的瓶子 一旦着火 就是我们说的 城门石所 央吉池鱼 它都有池子 一旦着火的话 马上没起来 就得很大的一个防水池 现在只是由于为了停车呀等等 这些东西早都没了 我们也就没有继续修复它 叫做现在的了 那这边有很多彩绘的颜色 这些颜色你千万不要小看它 在中国古代大家一定记住 那时候没有油漆 对不对 那我们家里要盖房子 有钱人家盖房子 没有油漆 这个木头的颜色盖完 第一不漂亮 第二 关键是不能够防止雨水的侵蚀 风霜雨水的侵蚀 所以说它当时的颜料 每一种颜料的内部 它都有第一防腐剂 第二防虫剂 所以我们的彩绘就叫包符 包裹的包 那么包符包到木质的外头 可以防止它被雨水侵蚀 增加木质的年代 第二防虫 防止虫子的漆壤 这样子的话 古制建筑才能够保护得完整 久远 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代建筑 都是彩绘的 难道真的是专家把它做得这么漂亮吗 漂亮只是一方面而已 装饰是很漂亮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油漆 既然我们刷油漆 我们干嘛不把它刷得漂亮一点呢 所以就是造就了古代建筑 独具特色的一面 那么到我们的古城墙 来我们继续 来等一下 力大无数的石球很快 好 来这边 好 我们现在看这边骑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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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这边呢 是我们厕重积筑的起点 我们的古城墙 那在这里头呢 主要给大家看一个 那 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的正神石兽 证闻石兽 这次是最完整 不可以摸的了 因为它是最大的一个 其他小的人 有一些可以摸 那么地下的这个石层呢 就是我们在工程中防御体系 也是那种保留下来的 因为它不是有特别大的历史意义 所以是更由人可以摸的了 那么你们大家如果说有兴趣 不要扭了自己的腰哈 你试一试 那古代人他的力量有多大 他能暴动吗 底下有士兵围城 他怎么样把这个丢下去的 这个腰干嘛 暴一暴啊 看完谁能暴动 带人来来打你 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机器叫抛石器 抛石器 那你就把它放到抛石器才有多重 对 大哥 你是大力士 最年轻的了 找一位 这个来了 这个来了 哦 最大无穷吗 对对对 来 这位无穷 什么重 王哥重不重啊 还好 还贵10公斤 这个来 再一个 用力 30公斤 30公斤 来 各位 我们到这个城墙 就是为保护的这么晚走 到我们这边 这个照 照一看 这个照片 就是双子 对 对 带人老师 大家 大呀 他 南京大学的 中文的 对 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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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的 循环的 来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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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贵宾 来 来 这边讲解 威龙 威龙 威龙的各位贵宾 快点来 来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有很多哈 他们讲解时间是有限的了 来 各位 这月呢 是我们南京大学的义工了 他们每过一两个月 就会到这个城市过来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中国古代科学文化 因为现在这边 好 好 开始 不会打你那个 没有 你用 你要帮我打 很棒 我们离开古城了 想一想 带给你们亲朋好友的祝福 亲朋好友的礼品 买了那么多的东西 土特产品 吃的喝的用的玩的口红盒呀 小包包啊 昨天晚上又跑出去 不扣又去嘛 哈哈 那么终于满宅而归了哈 行李都抄成了没有 没有 没有 OK 那我们呢 就一路沿着古城墙 再看一眼吧 回头一笑百妹声 你们就都回一下头了 啊 是的 跟我们的古城墙 就随便拿来 拜拜 再见 你看那个三个城门同时的 你看那个三个城门同时的 在我们的这个古城墙的东门 所以说呢 今天也是 我看到每一个人 都是笑咪咪的出来了 进了常乐门 出来笑咪咪 哎 那明天 呃 应该说今天晚上 你们就已经回到台湾的家了 是不是啊 是 十一点 十二天的行程即将结束了 那其他的行程的景点 我姑且不说 先是说我们到西安来 有了哪些景点 前天 我接到你们的时候 有了哪个景点 大雁塔 还有对 还有什么 法门 法门寺 法门寺 对 我们游乐两个景点 还有呢 前天 房谷一条街 回民街 对不对 中俄广场 昨天我们游览了 大雁塔 华青池 今天 古城墙 在西安的景点 还好了 我觉得嘛 越是年轻人 越贪睡 然后越忘得快 哎 那我觉得大家 你们的记忆力都蛮好的 一说 他都想起来了 那 呃 我们在新疆第一天 应该来到的是乌鲁木齐吧 是 乌鲁木齐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晚上 晚上 然后第二天去了天山天池 是不是啊 哎 然后有尝到了葡萄 是吗 有 买了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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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尝到葡萄 没有尝到还没熟呢 是不是 只吃了 只买到葡萄干 买到葡萄干 还逛了国系大的巴扎 对不对 嗯 虽然巴扎的时间很短 但足以给你们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太少了 唯一的一半就是 时间太短了 太短了 只有半个小时 对 马扎应该多一点 时间 也要两个小时 好 江大哥 记住没 看来这些大姐姐们下次还要来呢 哈哈哈 别太短了 下次要安排两个小时 我常常在巴扎你们住两天 哈哈哈 我带十代台币 是这个吧 我建议你们 咱们到巴扎租一块地好不好 咱们自己做生意 这么大的台湾游客 我们自己都 哎我真有这个考虑 好不好 哎 哎 然后走四条之路 西安作为你的中转站 好不好 哈哈 哎 那我们到国际大马站哈 一路呢 我们就顺着 还去了嘉鱼关 对不对 哎 然后走了甘肃段哈 而且我们应该到了柳园 土鲁番火焰山 是不是 有 哎都有看到 然后我们还去了哪里呢 啊 大草原 大草原 还骑了骆驼 啊还骑了骆驼 还有验虎 哦 越牙群 哦 然后我们还去了哪里 明沙山是不是 哎 哎对 说到明沙山 呃我们应该是在明沙山骑了骆驼吧 对 然后在明沙山骑骆驼的时候 一边哈 应该有一些木 没有墓 没有墓 看到了吗 看到了 那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众多墓中有一座是三毛的 哦 台湾著名女作家 三毛的衣罐种 哦 衣罐种 老佑应该给你们讲了吧 因为有一个谁暗恋她很久 因为三毛呢 非常喜欢 她的丈夫何希去世之前 他们写了一 我从小是看三毛史长大的 等我长大以后才看琼瑶的书 天上飞过的鸟 虽未留下翅膀 但我已飞过 哈哈哈 我喜欢看三毛的梦里花乐之多小 还有我最喜欢他的一本书 撒哈拉肖默 他写的撒哈拉肖默 那他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就是在我们这个丝绸之路沙漠中 他必须一个作家你要写出来 不是武侠神话的传奇般的小说 如果是现实版的 那你一定要有身临其境 亲身体验的感觉 三毛曾经就为了写这本书 专门来到了我们的撒哈拉沙漠 走了我们的虎丝绸之路 然后在明沙山这个地方 他就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 为了写他的小说 那跟当地的百姓关系非常好 百姓对他呢也是特别尊敬有加 他也不对百姓呢可以说情同一家了 那么他在采风的过程中 他不可能老在房子里写作呀 他一路走是要走沙漠呀走四路啊 当他走到新疆的时候 认识了我们中国新疆 一位有名的作曲家 三毛那年 但就这个这个时间呢 就是说他第一次来撒哈拉的时候 这个沙漠的时候 他的丈夫还在 等他第二次再来 完整这本小说以后 那那个时候 他丈夫已经河西去世了 那他再一次回到 就为了排解这个心中的有一些想法呀 因为他虽然他的教父离开好几年了 但他总是觉得他教父没有死 所以他对他的河西的爱非常深呢 但是他当然再一次来到沙漠 就想忘记以前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冥冥中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来沙漠 就来思路了 他一边游览 一边就忘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 认识了我们当地有名的一位作家 那一年三毛四十岁 就快四十岁了 我们这个作家快七十岁 你们知道认识的是谁吗 这一路你们都是听他的歌 到新疆一定有听过他的歌 知道是谁吗 王洛斌 对 他写的打板城的姑娘 是不是啊 在那遥远的地方 都是非常好听的歌 那么当时呢 三毛认识了王洛斌 哎 两个人特别能聊到一起 那么 王洛斌大他 可以说王洛斌快七十岁 三毛快四十岁 大他将近呢 三十岁的这个年龄啊 那王洛斌和三毛之间 可以说三毛对王洛斌 产生了已经感情了 忘年恋 从此开始了一段忘年恋 但是以中国当时的国情 初期之间的年龄相差 被比有点太玄熟了 王洛斌他接受不了了 那三毛曾经呢 写信给王洛斌 希望可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被王洛斌的一次一次的拒绝了 当王洛斌 三毛第三次写信给王洛斌 又被王洛斌再一次的拒绝 而只是告诉他 我们可以永远永远的叫朋友哈 哎 忘年的红颜知己 但是无法做爱人 实行爱人的时候 三毛呢真的是很伤心 他已经失去了一段爱 当他再失去这段爱的时候 他觉得 人生没有给他什么快乐的东西 他是一个很极端的人 什么 在这一点上 虽然很善良很好 但这一点有点极端了 他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离开了这个城市 他去找他的账母和喜去 在台湾用高筒话资金了 是不是啊 所以就当时当地的百姓啊 当时的王洛斌知道之后呢 后悔的啊 一定是老泪作风 我们觉得与其这样 那我不会跟他在一起好了 管他别人说什么呢 但是呢 为时已晚 我们 啊 自杀了嘛 对他在台湾自杀了嘛 当这个 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 就知道三毛的经浄故事以后 他们特别喜欢三毛 这个来自台湾的女孩子 那于是在三毛曾经的住过的房子 住过的百姓家的这个房子啊 三毛是走了 但是这间房子呢 百姓给他保存下来 但是后来就把三毛房间里用过的三毛的有一些遗物 我当时走的时候他也没有完全带走 他有一些不用的 房间的摆放能等 呃 都是根据他的喜好 老百姓把这些东西呢 全部收集起来 埋到地下了 为了纪念这位美丽的女作家 于是呢 这个 他用过的东西啊 呃 就全部埋下去之后 就形成了三毛的一罐种 我们的百姓为了纪念他 但是呢 没有立碑石 因为在沙漠中嘛 所以他没有立碑石 很多有名的 知名的人 都会为他留下一罐种 百姓对他的喜爱 所以我们在经过 明虾山骑六头的时候 会看到远远的有一片墓地 一边会有一片墓地 其中有一座 就是三毛的一罐种 你不用知道哪一座 只是知道其中三毛在 在我们百姓的心中 会永远的留存下去 就好了 流光百世了 一切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一个伟大的女性啊 在我们普通百姓的心中啊 她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但是在我们百姓的心中 她是与众不同的了 那我们看了 林霞山岳牙泉 啊 这个是我们的北门 左手边 玄武门 北玄武门 北玄武门 对 刚才我们是东门 这个是北门 那天看到有南门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一路呢 就上西边走了 这个城好大 你看看 13.74公里 一圈 一圈 13.74公里 城里城外 就是这堵12米高 顶端17米厚 护城河 顶端15米高 顶端17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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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外呢就是护城河 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 是我们政府1992年定为的环城公园 免费为百姓开放的 里面呢一圈 所以你不管住在城墙哪一边 城里城外 早上我们跑步的人做运动人很多 在里面做运动啊 你看植被非常茂密 我们都要加强绿化 左边是我们的护城墙 右边呢全部是政府要拆掉了 我们要 因为在护城墙以外 他不是说50到100米 以内50到100米 不允许超过城墙建筑的高度 旧的房子拆掉 我们将建成广场呀 绿化带呀 或者房屋呀等等 或者商业街呀等等 都有可能的 政府的进一步规划 五年规划 看火车龙海铁路线 刚刚有过了 就龙海铁路线 这次我们做的那个 天水过来的就是龙海铁路线 好 我们从明沙山 然后一路呢 又往东走 我们进入了兰州 是不是 看到了兰州的大铁桥 黄河母亲 亲自看到了黄河 以及呢我们第二天呢 又到了这个天水 看了福西庙 以及麦基山石窟 赶到了中国石调 石 泥塑的伟大 泥塑工程的伟大 以及我们 那个 麦基山石窟的这个 辉煌和佛教历史 在现其中 其中有一匹马 你不管从哪边看它 它都是正面对着你的 在那个石窟的上面 是不是也看到了 有 很有特色哈 我们的石窟 那以及呢我们坐火车 感受到了 亲临其境的感受到了 我们坐的那一段 就是龙海铁路线 西起兰州 东道 连云港 江西的连云港 龙海铁路线 我们坐了一段 到达了陕西省的宝基市 一路呢 我们呢就来到了谷都长安 游览了三天 愉快的时光 转瞬间 就要走掉了 但是你们最最愉快的旅程 现在才刚刚开始吧 那么 呃我们在 呃我们的这个城墙 你看拐过去 不难拐了 爬过去了 哎 护城河一路拐过去了 我们的城墙 看了一圈 嗯 那么这段的丝绸之路 我相信给大家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们只是走了12天 丝绸之路的路程有15天的 有20天的 所以我们才走了12天 所以丝路的每一个景点 你不可能都玩到的 回到台湾呢 你们可以通过网络 可以查询到 最美丽的卡纳斯湖在哪里 可谓人间仙境 世外桃源 就在我们的北江 对 以及全亚洲最大的野天鹅繁殖基地 巴英布鲁克 以及我们少数民族聚集地 草原上骑上战马 体验一回成成吉思汗一统天下的感觉 南疆整个草原 少数民族部落 哎 住住蒙古包 住住人家的毡房 喝喝人家的这个清喝酒 以及呢人家的这个呃 奶茶 是不是 哎 那么体验体验手抓饭 天天住到那边 让你感受一下 人家跟你敬酒的时候 姑娘都端着一杯酒 一直在唱歌 对不对 一唱你就喝掉了 那他一定会端来再一杯 一唱你还得喝 就一直一杯一杯的敬你 哎 那你如果不喝酒 他的歌声就不断 住到绽放 这次有没有体验到 还没有对不对 哎 因为不可能老灌你们嘛 下次来再灌你们了 二十天的时候呢 以及呢我们还有呢 这次我们去常规思路 没有看到魔鬼城 那先有一个鬼市 而新疆呢有一个魔鬼城 什么叫做魔鬼城 地壳的变化 从海底 从这个由于地壳的变化 呃它的这个呃 石壁中有很多风吹过的气流孔 那每当风再次吹过的时候 吹穿的这个气流孔 就会形成尖锐呼啸的声音 好像魔鬼般 发出凄厉的叫声 我们的魔鬼城 以及呢我们的五彩湾 哎 大家有去过九寨沟吧 有啊 九寨沟是不五个池子里的水 颜色不同 对 那你去新疆的五彩湾吧 一个池子里的水五种颜色 它是由于地下的岩石层的不同 阳光折射不同 一个池子里的水五种颜色 所以说呢这是不同的地方 啊我们的五彩湾 还有呢就是啊 我们的冰川 大家都知道 现在全球气温正在升高 我们的冰川 新疆的那边的一号冰川二号冰川 每年逐年以百分之多好的速度 正在融化 想看吗 一定要去看看的 如果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 上去都得穿厚一点的衣服了 那我们当然不会是开着这种大型的旅游大巴去上去的 那你一定呢是要呢 坐着鸡普车 我们就会有旅游大巴 换成小的鸡普车给大家 然后四个人一步 然后呢午餐呢山上是没有的 我们要带着快午餐 然后去山上去吃 去看一看冰川了 不看呢几十年以后 可能这个冰川即将融化再也没有了 所以呢新疆呢是非常值得大家再一次来的地方 那我相信各位呢都会长命百岁的 因为你们到了新疆呢 已经到了天山天池 吃了王母娘娘的灌桃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仙桃 一颗仙桃就足以让你活三千年 所以呢秦始皇的林木的开发也会看到的了 以及呢我们在新疆之旅呢 之旅呢我们这次还有去看好像青海湖是不是 有去看了哈 全世界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 那么你们一定知道今年的7月1号 从我们的青海开通了西藏青藏铁路线 去年就有开通 是我们的运货开始 一年的运货期 今年的我们青藏铁路线开通的一年呢 是运人7月1号正式开通 那我们的游客呢就可以坐着这列火车呢到西藏 而再也不用呢坐飞机或者体验或者一下到了海拔高原 高原高原到了高原地区身体都不是了 这次我们坐着火车 我们的青藏铁路线呢它穿越了世界上最大的无人区 最大的藏无养保护区 那么这一路下来呢景色异常的秀美啊 那我们火车每到一个站每到一个区域火车就会停下来 它的火车呢都是装修非常豪华的标准间的形式 房间的形式 我们坐着火车每到一个站停下来 然后呢到这个地方之后旅游大巴呢会接我们 他们说这个车厢多少个人分起车 哇我们去旅游 然后游览回来之后呢再送你到火车站的站台 你再上车继续前进 再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又会有车来接你们 所以一站一站循序渐进 最后呢将到达非常神秘的世界上很多游客向往 我们神秘的佛教的一个姿态喇叭教哈 那就是我们的西藏所在了 西藏一直到独立 那么政府呢一直呢是在希望统一和平和谐的发展 非常神秘的西藏 你们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到 亲眼看到显为人知的天藏制度 以及秀美的山景 那西藏的阿里地区呢是最最漂亮 阿里地区的林芝县是特别漂亮的景色 堪称为瑞士的风光 而且他也是西藏中非常温暖如春的一片土地了 有机会的话回去呢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多多赚钱 再来参观 有假期的话再来参观了 7月1号开始 所以桃妈妈 桃妹妹 你们一定会再来的 还有黄妈妈 黄伯伯 一定会再来的 我们的这个铁路线 还有我们有一位杨伯伯 杨妈妈 我们都70岁以上老人了 所以希望你们健健康康 有一天我在西藏迎接你们 哈哈哈 我们也将登上海拔最高的 翻越唐古拉山5300米 好了 那我们一路呢 往机场的方向就走了 从这边到机场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啊 机场在咸阳市 不是在西安市 齐晓王曾经建都咸阳 144年之久的另外一座古都 咸阳市大平原地带 所以呢 大家休息一下 等一下大约是一样再教训一下 哦 好 我们现在一楼 我相信那个时候一定只好就开了 哈哈哈 哎 那么 呃 像我们的手行要开的话 一定是非常隆重的 而且票价应该是还很便宜的啊 一定要真心手行过来啊 哈哈 那么等一下我们到了二楼 航站楼之后呢 各位 我们呢这个 呃 行李呢 我们在二楼 我们的航班号是7871 7871 在江青星的带领下 你们就前往柜台 把你们要托运的行李先摆放好 那我到那边去 有一张机票 有一个名字出现误差 我要去改正一下 所以你们现在那边要等一下我了 那么我们呢 在西安旅游的三天时间呢 就即将结束了 那首先呢 我跟王师傅呢 代表我们公司呢 非常感谢大家 以及呢 我们领队先生呢 对我们的工作的配合 以及细认了 在此呢 谢谢大家 谢谢你 那么 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呢 我还是 呃 常用的几句话哈 那祝大家一路平安啦 身体健康啦 其实我还想 不光给你们 我想呢 呃 送给你们的家人 亲人的问候 希望你们的家人 亲人呢 能够呢 身体健康 不光是给大家 那么也给你们亲人 带去问候以及祝福 有机会呢 再来大陆 那我们再次相见 那我跟大家有相约 我们有说过的 华山路见 是不是啊 回去我们就练练 太极剑 打打的太极拳 我们再相约华山 哎 那么演示一下各位的 以天屠龙见了 哈哈 哎 那么再相聚 呃 张先生说我一直跟你们在讲西藏 因为我真的很想很想去 这也是我很懵寐的地方 希望可以陪同你们走遍 在中国的山川美好的江河 同时希望我们在台湾相见 我能够去祖国宝岛 看望各位 谢谢 看望各位 嗨 别忘了我们行李架下面的 座位下面的 以及行李架 好我们到了国际机场 我们 来打机场 哎 下车你先摆掉 我们准备要搭飞机回去啦 你看这个机场 机场 好我们要到机场了 到机场了 到机场了 拿行李啦 好 好 我们在办登机 好 外面说有没有打包 我们在办公室 你是不是 我们在办公室 8 5 1 2 7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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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等一下坐这班 787 787 到盛政 7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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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8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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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酸哦 再来一平城市 我们到申郡 申郡要转机 那我们现在是去蛇口码头 那么从这里到蛇口码头 需要50分钟的时间 50分钟 50分钟 对 原本也说先赶着吃饭嘛 但是为什么呢 我没有答应赶着吃饭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会很塞车路 假如说我们赶不起船的话 就很麻烦 还有我们的行李 等一下都要直挂的吧 对 那个挂行李跟大家讲一下 是一人一件的 他是讲件数的 一人一件操纵没关系 一个人一件 第二件呢 就要重新收费 重新收费 那么大家的证件 都有没有在 在哦 那么现在呢 麻烦各位把护照交给我 护照 改为黄天机场 黄天机场 但是黄天呢 又跟米兰画的黄泉相接近 又不太激烈哦 那么后来呢 又决定改为保安机场 保安机场 保安机场 那么什么 就是隐藏了它 保平安的一时 保安机场就是保平安的一时 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的车非常多 假如说我们用餐的话 都会堵车的 因为我最担心的 就是这一点害怕堵车 今天星期五下了一整天的雨了 因为深圳来的时候 我就跟你们说了 我们的出租车 像这种出租车 有一万多辆 大巴车有四千多辆 下了一整天雨 只有现在下毛毛雨 真是感谢福大 公交大巴车四千多辆 公交中巴车三千多辆 还更不算这些旅游车 小车小轿车这些不算的 那么加起来深圳的车非常多 假如说前面出一个事故 后面会堵一长串 堵一条龙 现在这边是排队拿卡的 排队拿卡 平时不用这么急 因为今天星期五 星期五每个地方大城市 每个星期当中的 就星期五会塞车 因为现在也是差不多到下班时间 很多深圳人 有些在深圳 有些住在东莞 有些住在广州 他们都会回去 好 给我那一瓶 谢谢 不错 那么一般呢 查的严格的时候 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孕妇小孩不用下车 那么其他的人呢 就要拿着证件 从检验大厅那边过去 其实他这样也是为我们好 那么检查的那个呢 全部都是无警战士 全部都是无警战士 那么比如说像那些犯过罪的人 犯过罪的 他从他大厅离过 现在的电脑都是全国联网的 假如说你把你的证件拿给他一打 你电脑上一查 你这个人犯过罪的话 就绝对不会让你进去了 进我们官内来 所以在深圳特区 经济特区内呢 治安相对来说 比官外好 那些小的小拨的 一般都在购卖 好 深圳占地是 2,020平方公里 人口呢 是1,150万 那么深圳呢 一共分为六个区 六个区 其中呢 有四个是在经济特区内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属于蓝山区 我们那个官外那边是属于保安区 经济特区内四个 现在是蓝山区 福田区 罗湖区 还有一个沿田区 是在经济特区内的 那么隆港区跟保安区 是在经济特区外 所以说进出口 我们经济特区呢 有八条道路 八条大道上 都是分别都设了关口和检查站的 都设了关口和检查站 好棒哦 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 他们就在讲说这边下大雨 可是我们一下车啊 深郡啊 深郡这里啊 就下车的时候 雨停呢 好妙哦 而且啊 飞机好厉害哦 它在那个云雾上面 一点都看不到雨 因为我在窗子那里啊 那飞行员更伟大 说五十分钟 延迟五十分钟 准五十分钟 不多一分不多一秒啊 落地哦 而且那个人下云程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比喻 你看神吧 对啊 这个是这个飞机驾驶 人身驾驶也很大 对啊 我们现在等船 要上船 到香港 深郡下到香港 我们下车啊 现在没有下雨 不然的话 下大雨 他们说早上就下一天 下大雨耶 所有的都下大雨 就是我们到的话 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 胡萨好帮勿忙哦 谢谢 所有的岛路都说你们出游 气候特别奇怪 特别好 真的好奇怪 我们看看外面 下面都不下雨 刮风的不刮风 出太阳的不出太阳 太冷了 出太阳了 有趋急的出太阳 谢谢天 好 我们现在在等船 要上船 台湾二人的航班 正在用船 好 我们拿来坐这个船 现在我们要在拖运行李 迟达台湾 但是我们 我们要坐船到香港 然后从香港再转回台湾 好 我们这边啊 嗯 深郡坐船的话 要是 要用护照 而不是台胞证 耶 二十个 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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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 十个 十二 十个 十六 十二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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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 那你交了安检錢嘛不是嗎 所以他主要抽幾個來檢查 結果問我你帶了多少這個玩意兒 別走私了 所以給各位同修帶東西 這一次還真是不簡單 所以難怪他們有預感 有預感 所以還好都過關了 所以大家真是我們的緣了 緣了 對 高興 好 我們離開山郡了 坐船 特別去香港 香港機場 香港機場 我們當然要坐飛機回台灣 衝著機場 好 我們媽要登岸了 香港 好 我們準備要靠岸了 我們要坐下 我們再坐在椰子上 下面一等多多坐 香港機場 現在這個站在外側較大 比賽 他應該會 incelicel 詞因此 нас滿不公開都 我们到香港机场准备回高丛了 我们8点20分的飞机起飞 然后到高丛10点10分 香港后继室 我们在24号闸门这边上飞机 即将结束12日四度参会之旅 你得先乘车 我们原来要预计10点10分是要到达高丛的 但是因为香港飞机起落大乱 因为下大雨 那现在刚要准备登机 现在已经是10点35分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28号登机门 我们已经等了好久了 你等一下看你电话几号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谢谢屋里来接机 来咯 嗨 这次改学归来 嗨 嗨